讲到在这个国际发光发热的舞者 一定会想到张义军 立军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义军一位表演术工作者 我有一个很棒的妈妈 那我来自单亲家庭 那妈妈一个人抚养四个孩子蛮辛苦的 那妈妈对于孩子教育是 能给就尽量给 妈妈也让我去学陶艺啦 也学画画啦 朱蒜啦 英文什么都学 那舞蹈也就是 你想学你就去学 在舞蹈的路上呢 我遇到了愿意再陪我的老师 在下课后 大家就是以前去补习班或什么 那我有老师就愿意陪着我在学校继续练 最困难的是用这个一只手去抓那个绸布 因为下面完全没有安全网 上面也没有钢丝 就靠着一只手 真正的一手玄名 确认确实在确认 因为全世界太多的精英都在那样一个团队里面 你光做一个布料 它会不会太滑 它是左右伸展还是垂直伸展 每一个布料都有不同的功能 体操老师来教你 然后有高空老师教你 然后再确认你的身体重量适合什么样的布 我觉得那些东西是 我们可能台湾就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古谋干嘛 可以用就好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的时候学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经验 那当然就是你有没有一个open mind的一个心 跟勇敢的心 在台湾有时候可能小朋友做做事情啊 爸爸妈妈就怎么样 然后就怪老师啊 怪什么的 那我觉得在国外就是 要为自己负责 很多东西不要急 慢慢来 然后做到了在你身体里面的偷偷偷不走 7-11 塑膠打开来吃的饭团 微博吃的便当 就是我们对于米饭的滋味是瞬间的 没有时间的 我觉得这个的感受度就不一样 那表演也是一样 哇 每个人看到 哇 你会不会劈腿要不要干嘛 你叫我劈腿我现在劈给你看 可是你知道我要练多久我才能够劈下来 我们现在对于东西都是用要求 或是达到我的期待 但是那个时间其实都是我们的生命共感 我们需要去体会的 从你的手做 从你的脚踩到铁里面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认识森林空间 让大家把感知感觉都打开来 让大家一起都能够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作为表演艺术工作者 在座不是只是美 在人的沟通 妈妈好好为你煮了一顿晚餐 那就是她的表演 老师在台上说了一门课 你很受教 这是老师的表演 每个人在她的生活岗位上 用自己的方法去呈现 她对事物的美感 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眼睛打开来 然后把你的耳朵打开来 好好品尝一顿 妈妈伴煮的这些 一顿又一顿的晚餐 这就是我们表演艺术的幸福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